孩子嘛,后来就大嘛,五岁嘛,可以上幼儿园了嘛 他也是好心嘛,就说 这样吧,现在小区帮了一个就是培训班 话剧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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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奉备我们的生活嘛,是吧 是不是情况嘛 对啊,我想其实也挺不错的,是不是啊 后来有一段时间以后 培训老师说要一个节目 这样大家能配合的那个 他但是呢,在我们这个培训班里面呢 就是挺不错的 老师就给他 男主角吧 就说,要不这样吧 由你去选择一个女主角 跟你一块 然后他跟你选 按我想了,那肯定是选我嘛 那肯定啊 因为当时我在培训班也挺好的 优秀吧,也算可以吧 就您就不优秀,他也应该选您啊 那是,我也这么想啊 那肯定了 但是他选了其他奶奶了 然后这以后呢 经常有一些什么短剧啊什么 他都跟人家奶奶一块 你说在小区那些年月奶奶这怎么看啦 我好尴尬这个事 您就觉得尴尬呀 是不是很难办啦这个事 就是不仅仅是尴尬呀 对呀 这是大问题啊 什么回事 不是,跟他呢,有的时候呢 有的戏啊 就等于说,坐得不到位 或者是人家有错的地方 我好讲 他呢,我不好讲 人家是找借口 有什么不好说的啊 一般来说,我们家里面的事情都是他做主 您的意思就是您在家里比较怕他,是吧 不这样怕他吧 就让着他 对对对,这个话都对了 但是您对戏剧是有追求的 假如说他做什么,不好说的 我是这样想的 那那个奶奶好说哈 那个奶奶呢,反正 那个 您也跟你一个男同志搭一下呗 行吗 那我心里肯定不痛快 你为什么不痛快啊 所以您好好想想 这个 听起来呢 还有点小幸福 但是背后你又能想到很多